3月29号第二十二届中国郑维斯休闲装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搬任活动推广大使的歌手乔任良现身为活动站台 现场他分享了自己着装的喜好并献唱了活动的主题曲《乐潮》 在某位是热播的综艺节目上 乔任良男扮女装模仿了歌手韩宝宜演唱的歌曲《粉红色的回忆》引发网站热议 而乔任良表示参加这一节目是为了放松和减压 下一季还会去 有苦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